公安部 公安部 司法部等五大部門 日前大動作頒布 稱至台獨關顧分子意見書 不知可處 刑期十年以上 最終還可判死刑 而現在不只陸委會示警 前往中港澳 存在高風險 就算是去第三國 恐怕也暗藏玄機 前立委邱毅就在臉書破文點名 余北辰說只要不去大陸港澳 大陸又能奈我何 但這是台獨分子 視野狹窄 無知愚蠢 大陸在全球現有65個國家司法互助 可以協助逮捕罪犯 遣返大陸服刑 若離開台灣就可能被逮捕 彷彿和中國一大一唱 恫恨國人 但過去確實多有案例 不止前國安局長陳明通 兩年前到泰國 結果陸進時間和照片資料 通通被流傳到網路 當時就被質疑是 中國特工人員發動任職作戰 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 疑似販售政治敏感書籍 包括五名股東與員工陸續失蹤 其中瑞典級公民桂明海 是股東之一 仍在泰國失蹤 疑似被曼谷警方抓獲遣返中國 此外 中國雙人鵬明1998年號召成立 中國發展聯合會 後出逃美國 2004年在緬甸依持有假幣被捕 後移交中方案例陳出不窮 這個就像過去我們聽到的 中國在海外有秘密警察 那他隨意的抓人 那這個不只是抓中國人 甚至是外國人都有 我想這個是一個極權非民主的一個國家 對這個世界的民主同盟形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這個跟過去台灣在戒嚴時期 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製造這個恐懼 完全是如出一策 中國不斷製造恐慌 甚至拉攏第三國與友好國家 一起來打擊台灣明星士氣 中央舉動只會讓兩岸更加對立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